欢迎大家来收看笑笑堂 让我们欢聚一堂笑笑十年少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收看笑笑堂 今天要为大家讲述李白飞马写谷字 相传李白不仅是个狗久诗百天的大诗人 同时还是个能非比诚字的书法家 开连十六年间李白仗剑去国 辞亲缘由来到了古北安路 住在白照山桃花眼下的白照寺院 盘窗入都饮酒赋诗 求仙访道结交好雪 几度春清后年纪很大 不久便与唐高宗时做过宰相的 许与诗的女儿结下了姻缘 对此事 安州府内的官吏百姓齐盛乘客 都说此姻缘使才子佳人容奉成配 只有个性陪名补的常识 心中不服 这姓李的仅仅会几句诗文 有何福分与名门闺秀为婚 到时候我定叫她好看的 结婚那天 赔偿使备了一份薄礼来徐府赴宴 酒过三旬 赔偿使起身道 诸位 今日乃李公子大喜之日 彼人有幸恭逢圣见 平日李美读李公子诗文 雄奇豪放 才华横逸 向公子书法 也定是龙飞凤舞 绝妙超人 只是无性领教 今日有缘 逢此家时良辰 和不请李公子谅念书法 让我等薄薄眼福 也凑凑雅兴 诸位意价如何 众人一听 都恋人说好 因着李白平日里作诗 出口成章很少用笔 因此很少有人知道 他的书法如何 经赔偿使一提 都觉有理 便其身复合 要李白辉好 此时 李白引起悲酒下肚 兴致正高 听人说 要看他书法 便欣然隐弄 叫家人去取 文房四宝白 只见赔偿石 拉住家人 却松伤自己 早已准备好的 笔过之言说 笔人这里恭候了 说着 推开一副宽二尺 长唱舞的白脸来 李白看了看 那唱舞白脸 天啊 驴起袖子 接过头笔 宝战驴龙墨 提笔底下 佩长使却又拦住说 李公子 今日佳期 岂赶大老 只买您在这帐五白脸上 刺上一字 笔人也就三生有幸了 长年道 旗人一宝少北贵吗 李白听他这么一说 心里有些作难 因为书法讲究 下笔如行云流水 一灰而酒 可这帐五白脸又窄又长 这些一字 毫不取样 他哪里知道 这是赔偿使故意出的难题 要拿他好看呢 李白拿笔在手 缠丝片刻后 心生一记 忙叫家人 去取匹马呆 并让赔偿使和众人一起 都到门前查冤 大伙谁也不知 李白在搞什么名堂 却见李白出来 翻身上马 叫两人将那白脸拉紧 便催马往白脸旁边飞驰而来 马进脸旁只见他呼一下 单脚踏凳 身子向下 刷 白脸上立即出现了一道笔直笔直 苍尽有力的墨杠 那赔偿使心是一愣 待仔细看时 不禁彭夫大笑说 李公子真是神迷法 这个一字写得好 不过早知道李公子要写一字 就不该要你动驾劳神了 扁单倒下来就是个一字吗 众人一听 也觉有趣都跟着笑了起来 这时 却见两正意外 李白正拨马回头 啼啼在手 只听得嗖的一声 那斗笔如离工师时 向白脸飞来 啪的一下 不偏不斜 正好落在那道黑杠右边 像冰西法一样 白脸上出现了一个 飘飘亮亮的骨子 众人一看 惊叹不已 都连连称道神笔神笔 那陪鼓常识 更是目瞪口呆 心想 这姓李的还真有两下子 口里却泱泱地说道 李公子奇才 李公子奇才 于是心悦成福 自那里后 李白的名声更高了 他在安努遗嘱十年 直到凤昭进京才离开 李白走后 人们为了表达 对他高超的 书法艺术的进幕 并将白赵寺北面的一架 一脉三丰的山 取名为别架山 把白赵寺后面的一个泉水池 取名为喜笔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